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更度一遭 从前有个人捉到了一只鳖,想杀了吃掉 但他又怕落个杀生的名声 冥思苦想,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于是,他把火烧旺,把锅里的水煮沸 然后,把一根竹条架在锅上,对鳖说 我现在和你打赌,如果你能从竹条上爬过去,我就不杀你 鳖看到锅中的沸水,知道主人在设计杀他 就小心翼翼地往另一头爬,终于爬过了竹条 这人一看鳖爬过了竹条,很是失望 就又对鳖说,你确实太有本事了 不过,你要再爬一次,让我仔细看看 这个主人虚伪狡诈,他要谋取利益,又想得到好的名声 对于这种笑里藏刀的人,我们应该特别警惕 请大家看这个视频